DXC 專輯的記者歐仔 穿了,我們現在可以開始了 我是 DXC 專輯的記者歐仔 兒童鵬先生,你好 叫我歐雲,可以了 歐雲,你好 你可否簡介一下自己和過往的一些經歷 我現在在香港大學讀社會科學士四年級 我之前考 DXC 的時候考了兩次 分別是14年、15年都考了一次 14年那次我考得不太理想 其實Drupal 裏面是沒有提供給我 所以我決定重考一次DXC 第二次DXC,在我的心態調整之下 我本身BestFile 19分 升了9分,去了28分 入到我現在自己想讀的一個學系 其實第一次的時候 我原本的學校比較注重學術成績 所以我比較喜歡和校內同學比較 但是我發覺外面的同學水平 其實都會有很多厲害的同學 所以我第一次顧著和校內同學比較的時候 忽略了其實我要真正的對手 就是外面那班的考身 所以我第一次覺得太狹窄了 所以考得不太好 所以我每一次都會去認清自己的不足 然後每一次的訓練 每一次的考摸、考試、測驗 都是一個去令自己進步的機會 所以希望你們不好 就忽視每一次練習的機會 因為每一次練習都可以令你有進步 其實我覺得心態是很容易會受到外界因素影響 尤其是如果我是一個重考身作為 我一次失敗了的經歷 很多人都會標籤你是一個失敗者 其實這個影響對自己都會有些負面的影響 我覺得這個其實另一方面 如果看你怎樣看它 如果你是覺得我想擺脫這個標籤的時候 其實你會有更大的動力去推動自己做得更加好 所以我第二年的心態就是我會比較謙卑 我不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我既然已經失敗了一次的時候 其實我是應該去更加認清自己的缺點 不要再覺得自己是很厲害的人 然後再跟每一個身邊的人去學習 就算每一個人都會在他身上學到一些東西 所以慢慢一步一步地令自己去進步 其實會比你一個夜郎自大的心態 就是會令你最後一個更加之差的結果 所以我覺得天碑很重要 我第一年其實我會怎樣去溫書 第一年我可能會預計自己 今天我用八個小時去溫書 但我就不會去計劃 那八個小時做什麼 但我就可能帶了一大堆書過去 可能我四科主科加上二條的書 全部都拖了Git去自我室那裡 我到時再慢慢選擇去溫書 其實就很沒效率 那我第二年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直接去計劃了一個月做什麼 例如可能那天 我只是想專心做好兩至三個項目 可能我會做一份數學的 paper tool 然後溫一個通識的 topic 然後再做一個英文的 listening 可能三個 task加上我計算自己 可以預算一點 可能四個小時 會搞定所有的東西 總之我那天 就預算自己用四個小時的時間 做完這些 task 那我就可以走了 其實你這樣 compare 這個效率會高很多 雖然你用的時間少了 但你很清晰知道 你會做什麼 首先我會定期讓自己進去戲院 拍一場戲 因為我覺得在戲院裡面 很舒服地坐在這裡 然後專心地欣賞好電影 是一個很放鬆的活動 然後另外就是 我有時會在我自修室後面的一條行山徑 去行一行山 我可能做完兩份卷很累了 我就下去走一下放鬆一下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不錯的活動 所以我覺得每個人的娛樂活動都不同 所以你可以看回自己的興趣 然後定一些目標給自己 我做完這件事 就可以有一些娛樂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嘗試 做一個Study Life的Balance 在自修室溫書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手機 其實你真的可以專心一致地 去做自己手上的任務 那時候我就特地買了一部 不是智能手機 即是打出打入的手機 去自修室溫書 這樣做到的時候 你就不會受到智能手機的社交媒體的騷擾 還有如果真的家人想找人 或者有急事想找人的時候 你也可以用電話打給別人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不好意思啊 姚先生 我們原來剛才我沒有這麼震動拍 不過不要緊的 我再重複一次就可以了 重複一次 重複一次很不老禮的